其實如果你問我的話 我覺得他真的不知道 怎麼樣做行政院長 在鬧笑話 可是話說回來就是說 我認為賴清德 我其實很不喜歡 這樣的政治人物 就是說把自己當作網紅一樣 那麼他今天 他可以去氣象局 可是你去氣象局 作為一個行政院長 坦白講 第一個時間就跑到氣象局 是有一點怪 但是好 我覺得現代民主 現代民主社會 你要一定的作秀 我覺得這是可以允許的 但是你去到那邊之後 第一個在真正的任務上面 你必須要做到 你該做的工作要做的 這個工作就是說你必須了解 現在這個颱風 它的可能的路徑 它可能的災害 它可能的雨量 那麼你了解了大致的狀況之後 你才知道就是說 會不會有災情 對什麼樣的東西會有威脅 那麼我在任何其他的部分 我是不是要回去之後 馬上把相關的部會 相關的負責就是螺絲要鬆緊 所有的部會要做好準備 嚴陣以待 可是看起來 他的目的不是這樣子 他就是一個 純粹就是你剛剛講的 就是布尿齊彎 但是去講這個話 是很不得不起的 我很不喜歡政治人物 用這種就是說 有以上對下這樣子去 底下的人是不能跟你回嘴 不是這樣子嗎 不然你講那個是什麼話 什麼叫做我們以多報少 以少報多 你講這實在是也太沒水準了 你怎麼這樣污蔑 我們所有氣象局 這麼辛苦的專業人員 他們報這個東西準不準 他當然希望準 但是現在科學的能力有限 以台灣氣象局過去的紀錄來看 在全世界 我們不輸給其他任何的國家 我們也沒有那種一天到晚 不準亂報的這種壞的紀錄 所以第一個 他對於這些辛苦專業的公務員 用這種非常不尊重的態度 我其實很不喜歡這種政治人物 你關大學問大 因為你行政院長 我只好坐在下面聽 我不能夠回嘴 他為什麼不會體恤他們的辛勞 他為什麼不會肯定他們的專業 我相信他們會更有志氣 這些氣象局人員很辛苦 當颱風的時候 他們要24小時守候在那裡 隨時告訴我們最新的狀態 我們可以颱風架躲在家裡面 我們可以再安安心心的在家裡頭 他們不行 然後只要稍微有一點點不準 還要來自於各方的壓力 這心理壓力其實是很大的 他為什麼不能夠轉變說 他過去是賴神 他可以自己自我解嘲 可是換過來說 其實應該是相信專業 才是最穩當的 我覺得他如果今天換一個角度 說我那時候只是怎麼樣 我都是因為有這個氣象局的存在 我才能夠怎麼樣 希望能夠對他們 有所鼓勵跟打氣 我比較喜歡這種政治人物 我不喜歡把自己的名聲 把自己的這種作秀 建立在對於專業公務人員的羞辱上面 跟不合理的要求上面 我覺得這個實在是 我很不喜歡台灣的民主政治 養出一大堆這種政治人物 他不是唯一的一個 坦白講他也不是第一個 不過我會覺得就是說 今天賴神當然他剛剛上任 他很想要作秀 我希望他是像你說的 真的有把我的話聽進去 否則的話 我說實在的 他剛上任 他真的出了很大的陽象 那麼這一次這個颱風 剛好是從一開始 全世界的預估都說會直撲 甚至於最早的時候 還說是從台灣尾要上來 現在變成可能會變西北台了 不但是擦邊台灣頭 搞不好連都不登陸了 都還不曉得 明天颱風就要來了 現在也沒有人知道 都還在等這個颱風最後的路徑 所以我認為現在這個賴神 他應該好好的去體會一下 身為格魁的嚴肅任務 而不是只是老是像網紅一樣 只是想要製造話題